而为了有效推动卓西乡公所为民服务等各项活动 借由从招募志愿服务人力来满足各阶层社会人士学习成就回馈 鼓励民众加入志工的行列 而乡公所在3月20号举办了为民服务志工服务队志工成立大会 目前全乡共有30位的报名人士来加入志工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部落的女性带头要服务回馈部落 为了有效推动卓西乡公所为民服务等各项活动 借由征募志愿服务人力满足各阶层社会人士学习成就回馈 鼓励民众加入志工行列 卓西乡历年以来第一次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大队在我们的公所 在原乡很不容易 所以这个志工其实在乡内已经实施了好几年 当时的工作几乎都是在访试个案 还有配合工作的活动 还有协会的活动 那也欢迎我们对这个志工服务有兴趣的 姐姐妹妹们把你们这样的温度温暖 分享给自己的家人 目前总共有30位的志工报名 其中值得关注的就是志工大部分都来自各部落的女性 最具代表性的女力代表就是这一次的志工队长朱代 从过去担任新女力公益协会到现在的志工队 都希望维持初衷为民服务 我的初衷就是做好事帮助人就这么简单 而且我们又没有仇佣 我们是没有钱没有经费的 但是呢我们的志工非常愿意的 他们认为说这也刚好是一个学习 然后还可以再回馈这个社会回馈服务的这种心态 所以呢在做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的志工是非常开心的 而且他们都是家庭妇女或者是职业妇女 过去的活动当中都可以看到 新女力公益协会的志工团队身影 而这一次透过成立志工队 号召更多年满18岁以上身心健康 具有服务热忱着席乡名加入 欢迎报名来参加 详情可到公所网站下载详细内容 以及报名表 期盼更多人一起加入 一起为社会付出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